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 有很多就是 好多都是 來去調查殺友犯的星座 跟什麼星座親熱最沒feel 摩羯座超級悶 我在跟摩羯座撒嬌的時候 他會不表現出來 冰山美人就是摩羯星座的代表 是不是 但是問題要打破這個冰山太難了 因為你們都不夠力 如果有打開到的話 夠力 然後摩羯座 然後摩羯座 摩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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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開心…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觀眾朋友喜歡的程度 對耶 影響了我們節目製作的內容 沒錯 上次一個不小心嚇了大家一跳 很多人反應很好 星座一聊 有沒有看到星座專家 然後這麼多的 12個星座到齊 對 大家一起來聊 這個真正是有對照組的 觀眾朋友會在家裡說 我是巨蟹座 對照一下 真的有這樣子嗎 這個就非常重要 回去研究一下 除了這些朋友之後 我們還邀請到國內的星座大師 星座 歡迎郭子乾先生 大家好 請起立跟大家說哈囉 大家好 這個憲哥真是會做節目 把我跟安格斯一分為二 安格斯 安格斯 一不屑大人平時都講錯 郭哥這邊是雙魚座代表 我們也就坐著好好聊好不好 是你 好 來 你來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當然歡迎我們的安格斯 最新座專家 射手座代表 只是我專家 是… 才上一次節目以後 人家就變大師 而你 只是專家 一直越來越小 你覺得錯誤是出現在哪裡 因為前輩嘛 不是 所以有時候 現在都從前奏開始 今天我們要聊的 是 主要是它是射手座代表 以前還有一段 現在是還有一句 沒有… 我們現在有送你前奏耶 加量不加下 你是一個專家 來… 好 今天咱們要聊的是啥內容呢 今天主要是聊各個星座都會談戀愛 但是談戀愛的時候 有很多的黑暗面囉 又跟戀愛有關的 這個大家最有興趣的 是的 第一條 來… 妳不是要我每一位都介紹一下 好啊 那妳都不介紹 這是誰的錯 獅子座的夏宇童 歡迎 獅子座最棒了 完全零缺點 而且大家都獅子座什麼 很強硬 愛面子 其實沒有 獅子座基本上乖得跟貓一樣 真的嗎 真的 貓的 不要看塞無點 再來 蘿莉丹是摩羯座 很好 大家好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我們12個星座就位的時候 土象星座就已經在少 10分鐘就已經開始就位了 表示他們非常安定 唯獨有一個星座到最後才撈進來 哪一個… 天蠍 憲哥對不起… 我剛才去上廁所了 對不對 你比憲哥還晚進來 該上廁所應該要早去上 天秤 憲哥對不起 推下去斬了… 沒有 不要斬了… 請坐… 小潔天秤耶 對 而且今天大家講話要小心一點 抨擊我就等於抨擊到憲哥 不一樣 不一樣…你是女的 她是男的 因為憲哥太有梗了 對 因為憲哥太有梗了 我們抨擊她馬上兩句話就打回來 我們怎麼能做星座的 誰的 我又不是電鋸怎麼會太有梗 對 好 天蠍… 我是天蠍的 看不太像耶 對 我也覺得我不太像 要是說天蠍很陰沉 對 然後心機很重 是啊 我就覺得我感覺就滿開朗的 我怎麼會是低重的 你模仿那個誰 那個 李欣文 李欣文 那天她來 我沒有辦法接受李欣文本人 為什麼 你模仿得比李欣文還像李欣文 憲哥 就是那天講孩子的教育 我覺得這孩子的教育是不能等的 就大概是 我那天有在下面看 所以我就知道 對 不錯… 這個像… 真的很像對不對 讓星座大師說你像你像你多像 星座大師模仿也有設備 模仿也很厲害 棒 沒有錯 棒 這個是裡面的靈魂 在以外面的這個表演 可憑… 天蠍座其實早就已經有三分的定樣 所以說表現出來 已經有七分的這個樣子 所以說非常好 謝謝柯市長 再想一個你不能同一個 想個別的 對…柯市長 對 很久… 對 我是 對 明哥 對 明哥西餐廳的 陳惠銘 對 很久… 這個真的還要… 這個… 你學陳蕾啦 這個弱掉… 你學陳蕾… 你學陳蕾… 好就收啊 對啊 對不對 不用憲哥要你表演你就表演 就見好就收就… 對 見好就收啊 好 OK 我現在帶來一個陳蕾好了 你以為製作單位都會幫你剪好的 沒有音樂 水瓶座的金妮 大家好 我是十二星座裡面 最聰明的水瓶座喔 水瓶座 水瓶座 最怎麼樣… 最聰明 是喔 真的 最活在自己世界裡 憲哥 憲哥 他講這個話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 水瓶座可以說是十二個星座裡面 對 因為他在做事的時候 如果其他人跟不上他的節奏 都認為跟旁邊這些人都是笨蛋 對 對 但是這相對的 對 因為所有其他人都認為你才是笨蛋 好 專家 真的是專家水瓶座 水瓶座真的是自以為是 因為水瓶像外星人嘛 所以水瓶都沒有人懂他的邏輯 在他的邏輯之下 大家怎麼跟他比聰明 不懂他的明白 我們在地球比智商 他是一個人在火星 所以火星 就是說他做火星裡面聰明的 還是怎麼樣 你怎麼樣這樣 金妞座解釋得清楚 還有金妞座的這個 有沒有 新座大購 我們做這個單元 安格是面臨到他生涯的最大挑戰 最大挑戰 而且你知道製作單位很壞 還發跟我這種不合的那個 不合 坐在你旁邊 好巧 三個最容易變胖子的星座 第一名就是金牛座 好準喔 第二就是巨蟹座 還有第三就是好吃的雙魚 他是十二星座之中 最喜歡口腹之魚 所以非常有意思 所以當各位有時候看 這個我可以解釋 因為雙魚它就是魚嘛 你看看你們魚缸裡面養的魚 飼料一到 一天到十次他照吃不務 有沒有 你十天不給他吃 他也無所謂 你太屌了 我們乾脆開一個專題 你一個人講 對啊 今天我們要幹什麼呢 真的不知道我們 今天要幹什麼呢 一個人講怎麼可以 總是要有人太多 來…白羊座太可怕 蛇心座最恐怖的女人 真的… 最好 而且我們是有話就說 一點都不可怕 但我們今天是談感情 對啊 我們有話就說 不會悶在心裡面 所以你完全知道我在想什麼 問題有話就說 也會著實的傷到對方 對 病從口入或從口出 可是你要是不講的話 悶在心裡不是更痛苦 你要用卡古 天蠍座都悶在心 對…真的 就是像我有一個室友就山豬 他也是牡羊座的 所以說常常我們兩個就是 不是 俗生叫鬼屋 對 所以就是他常常會看不慣我事 他就會直接講 他的事情我都看在裡面 我都不太會講他 因為陰險 我不是陰險 因為我互相忍耐 互相猜忌 互相算計 然後再次來講他的壞話 是 你在家裡不講 然後出來會一直講山豬 東山豬西怎麼樣 你今天把瀏海撿來幹嘛 你撕什麼側邊的瀏海 真的假的 有沒有什麼額頭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天蠍座一講話 為什麼群起而攻之 對啊 沒有 這是個人的問題 因為他默默的在行使 控制別人 他一定說他沒有控制別人對不對 對 可是他每一句話 每一個動作都是在刺傷別人 好厲害喔 原來我長得這麼有威脅 妳不是長得有威脅 妳是內心行為有威脅 妳說了什麼瀏海 後面還有我們雙魚座 茵茵 雙子 雙子座的人 今天聊環境 跟雙子座在一起是 跟你講 很有趣 你覺得有趣人家當作嗎 無聊當作嗎 有趣嗎 我真的 真的 很有趣 沒有 因為雙子座很喜歡給大家驚喜 會變換角色 巨蟹座 巨蟹座王露瑤 我是最愛家的巨蟹座 如果你想要找好老婆的話 歡迎找巨蟹座喔 好 這個十二個星座裡面 他講得最老實 真的喔 對 他真的是顧家 巨蟹座顧家又保守 當然 他今天有來 他不是只代表射手座 是…他說的是對的嗎 其實巨蟹座 他倒不一定是最好的另一半 是這樣 因為巨蟹座其實也是一個 有點無聊的星座 所以如果 如果你要當一時之間 可以分工合作 一個主外 一個主內 他們是很好的選擇 但你要選擇一生能有趣 而長遠的走路 那雙魚座會是個好選擇 剛剛卡古的天蠍座 很有趣也是個好選擇 徐若瑄 天蠍也是 但是天蠍不好掌握 對啊 是天蠍在掌握對方 除非你天蠍很愛對方 卡古之前不是有帶她一個室友 很漂亮那個 對… 一直追不到什麼吃到 我知道 那個女生是獅子座的 正妹啊 正妹啊 對 可是為什麼天蠍座一直追不到呢 因為 好像那不是星座的問題吧 這是那個人的問題吧 但是天蠍座還是照他的目標前進 因為那個人不愛你 他照他的目標前進 對啊 那不是星座的問題 其實卡古或夭壽骨 如果說真的喜歡到 其實我可以為了他改變 屁啦 剛剛不是已經講到前提了嗎 我為了對方 我有偷害是對天蠍說我公平 卡古 被天蠍傷透了啦 對啊 但是卡古之前被我們發現 他有偷偷暗戀蔡小潔啊 對 我跟你講 真的嗎 他誠亂告白妳 憲哥 我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我之前 曾經在我分手的時候有考慮過 但因為 因為他是被傷太深 什麼時候水準變這麼低了 天秤座都是愛好漂亮的 妳怎麼水準變這樣 但是…因為他是天蠍的 所以我完全不行 我已經 我有三個男朋友 有兩個是天蠍 傷得太重了 沒錯 離他遠 他不成立啊 可以那個 沒有… 沒有 小潔卡古的個性我知道 怎麼樣 他為了喜歡妳 可以改了 怎麼改 改掉出身體 這個時候我就在懷疑 懷疑什麼 歡迎博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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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追求完美 但內心又偏自卑的處女座 好誠實耶 第一道題目 各位 看一下第一題 什麼星座交往前後差很大 我們先讓他們兩位來預測 對… 來 射手座先預測 無疑的一定是雙子座 好 雙子座 雙子座 好…就排名前後嘛 我們也出來三名嘛 對 幾乎三名 然後如果你的是在最後 然後她的是在前面就可以 妳覺得呢 當然就是天蠍 完了 你們兩個答案不一樣 妳天蠍 但她雙子 我們一起來看看 到底哪一個星座交往前後差很大 揭曉十二星座同步行人 意外發現卡古已經藏身分 跟什麼樣的星座交往 最難分手 妳也認為是天蠍 朋友的是來我們家 稍微聚一下什麼的 她一定會留一樣東西 故意放在我家忘記拿 天蠍座它都是用計謀 分開或者喜歡妳 剛剛那個東西放在妳家 那個也是她的計謀 對啊 而且天蠍座最重要的是 她是個 好 我們一起來看看 到底哪一個星座交往前後差很大 雙子 沒錯 個人先提出手法 我覺得你們會覺得我們前後差很大 主要是有點使我們無聊 對不對 我算是交過 滿多雙子座的女朋友 真的嗎 滿多 大概交往大概快十年的女朋友 就是雙子座 當我們還是朋友的時候 她非常的隨和 什麼都好 永遠笑臉宜人 有一次我們就大家球隊的朋友 然後大家還是朋友一起去吃飯 她也一起去 然後她就叫了一個麻油腰子 裡面大概就只有大概六七塊腰子 吃到籃球員就比較白目 然後就把她腰子全部吃光 你知道她去講個電話回來 沒有腰子 只剩湯 她也是這樣…笑笑說 你們怎麼這樣 把我都吃光了 然後我就覺得 這女生怎麼這麼好 脾氣好好 拔到以後 只要出去吃飯不合她的胃口 她也不翻臉 她都是這樣子冷冷的 然後就 永遠就是吃不下 你不趕快跟她講說 那不然我們去吃別的的話 讓她自己開口的時候 事情就大條了 對 所以你一定要把她 永遠呵護在手上 因為她那個個性 沒有…不至於… 我覺得你是不是一天到晚 帶她去吃腰子 沒有… 沒有… 因為她覺得我腰子需要補一下 這樣難相處耶 對啊 因為她兩個個性 有時候一下又很好 一下又很壞 我之前也曾經有交 就是跟一個雙子座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是交往 大概一個多禮拜 然後 你們還可以交往到一個多禮拜 應該一天就分了吧 沒有 還有一百個多禮拜 胖胖要吃… 吃得很符合 你現在聽我講 就是那一個前面的時間 她真的也是就是跟你那個一樣 就是她會貼心接送 怎麼買早餐 買熱的給你喝 對 然後會來接我 上課 下課什麼的 一個多禮拜之後 她突然間訊息都不太回 然後也不知道她在哪裡 然後就突然間就不見了 然後我就很難過的 跑去找她的朋友說 怎麼會這樣 她朋友跟我說 她覺得有點膩 我說才一個禮拜膩屁啊 一個禮拜 摩羯座不要生氣 哈囉… 雙子座對摩 這個蘿莉塔 對 好可憐啊 我怎麼有趣 憲哥講到重點了 摩羯座真的很無趣 憑哥 真的很無趣 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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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少看到雙子跟摩羯 有結合的 露瑤…妳 因為雙子座之前 我有遇過一個男生 他對我有重追猛打一段時間 然後好不容易 因為覺得說好像可以交往了 然後就跟大家說 好 那我們試試看 結果我沒有想到 才大概一個星期 也是一個星期 對 大概就差不多一個星期 然後他就突然間就不打給我了 也沒有簡訊 然後我想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還打給他找不到人 打給他的朋友 事情已經煮成熟飯了嗎 還沒…都沒有 事情到底怎麼煮成熟飯 事情已經煮成糙米飯了 結果突然間 他朋友跟我說他在忙 他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說他在忙 然後好不容易他回我電話 什麼 沒有 我還在那邊牽到就是 牽到什麼 沒有…不要… 他就突然間跟我說 我沒感覺了 好可怕 就這樣子 解決掉 之前窮追猛打那一段時間 這一件事情就是 對 我必須承認 因為我常會覺得說 在一段感情裡面 我們在拉扯 在暧昧的時候是很有趣的 對… 就在幹嘛 好神秘 OK… 然後就一直一直有這樣聯絡 等到我確定他的心意 我就跟旁邊說好無聊 這雙子包菜 好幸福 這就是蘑菱桃 這是麵菜 蘑菱桃或是露瑤講的例子 因為其實在星座的故事演變之中 雙子是一對孫生兄弟 就是雙子包菜兄弟 然後一個在天堂工作 一個在地獄工作 所以雙子是魔鬼跟天使的合體 我們可以說他愛的時候像天使 對 什麼都好 溫度下降了 立刻變魔鬼 我是跟雙子座女生交往過 我是覺得滿 一開始都覺得滿有趣的 可是後來發現 我就會一直逮到她 在說謊這件事情 對 孫子在說謊 而且你知道 這也是處女座 是情說謊的 處女座資料分析者 因為處女 我觀察很細微 她只要就是說謊的時候 她的表情或者是 情報局的嘛 對 她的手會變或講話會變快 然後我一抓到我說你在說謊對不對 她就沒有啊 我哪有 譬如說她去一個聚會 然後她是另外一個男生約她去的 我說你那天是不是去個什麼地方 她說沒有啊 那個她就講 譬如說我跟她去 可是我就只有講她…都在 她都沒有講到這個人 然後我也不戳破她 然後到最後我就說 那個誰有沒有去 她說沒有啦 她剛好也有在 就最後才講這個 就是一直 她一直在講別人 對 對 起牙膏 轉得很硬 都轉得很硬 然後被人家抓包 我們只是想讓你們安心 所以會講一些善意的謊言 我們要的只是事實 我如果 我如果直接跟你講老實話 你是不是會想更多 說那她一定 你們一定發生這樣說吧 不會 直接講才不會的 對啊 不會 像妳說話會想更多 妳只是想要掩蓋什麼事情 不知道不就好了 我們要的是事實 這個話題真有趣 等一下 一個人講了一個意見想法 然後另外十一個跟她不同星座人 全不管瞄的 猜訪都不一樣 各位… 再來這一題才是當中最重要的 好 跟什麼樣的星座交往最難分手 來 最難分手 我們分手 請開始 我是選天蠍跟金牛 星座專家 你覺得 我覺得其實是天蠍跟巨蟹 我們一起來看看 到底誰說得對 請看 天蠍跟金牛 天蠍就六票了耶 然後金牛沒有上榜 因為天蠍就是一個慢熱 死纏爛打 死纏爛打到爆炸 是會啦 不要一直要 不要又一直要 不要唱歌詞啦 就是如果一旦真的用心很深 就會把妳夾住了 夾住 夾很緊 對 夾很緊 所以說也就能夠讓天蠍 這麼要愛的話 真的也沒有那麼容易 而且天蠍都會講自己 我是很敢愛 敢恨 對 我敢愛妳我就敢殺死妳 我沒有說敢殺死 我愛妳入骨 我恨妳會入骨 愛妳愛要殺死妳 對 妳知道嗎 OK 怕她想分手 報復的狀態是各種天蠍都不一樣 你都怎麼報復 我都是用證明自己 然後讓她後悔 對 我曾經交往過一個雙子座 都沒有成功 有… 你到現在都還沒有證明 有啦…有成功啦 後來她有在電視上看到我說 她後來找我復合 從陳雷變成的女生 對 她就找我復合 然後我就是說 曾經那段時間已經過去了 失去德國旺 就別再回頭旺 多了 她什麼星座 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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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妳聽 夏威… 妳也認為是天蠍 這不會看這麼白色的 就是白目你知道嗎 因為我已經跟妳很表明說 其實我沒有那麼喜歡妳 妳要追是妳的事 妳要對我好是妳的事 可是他們就會說 我說為什麼 當然不行啊 好 有時候我們朋友 就是來我們家稍微聚一下什麼的 她一定會留一樣東西 故意放在我家忘記拿 下次再來拿 不是 下一次 等大家都走了 她就會打電話給我說 喂 我說幹嘛 怎麼了 她就說我就是有那個 什麼東西放在妳家 我說OK fine 我拿下去給妳 她就說我可以上去妳家嗎 我說妳為什麼每次都要上來我家 很表明說對不起 我真的不喜歡妳 他們才放棄 就是會不會看著白色啊 為什麼 追妳追得很輕 好 天蠍座是水象星座 是感受性的星座 大家忽略了這一點 妳講了那麼多 但是我打從心裡 我已經不喜歡妳了 所以我就要用計謀 我剛剛有講天蠍座 它都是用計謀分開或者喜歡妳 剛剛那個東西放在妳家 那個也是它的計謀 對啊 好可怕喔 而且天蠍座最重要的是 心肌重 它是個 它是用 用這個 下班正在思考 哪一種星座 是恐怖情人的高風險群 牡羊座 可是很多人想不到的 我也是選牡羊座 兩位星座大師跟專家都連線了 牡羊座最 最害怕人家用激將法 如果對方跟妳說 牡羊座她真的就會去死 我的媽 對啊 對啊 我們為什麼要叫我們去死嗎 我們就是很有行動力的人 那怎麼 行動力又要在這裡 所以妳就去死 天蠍座最重要的是 心肌重 它是個 對 它是用 用這個 下半身在思考 肌膚的接觸可以感受到 對方還愛不愛妳 這不是妳用假話講得算 憲哥 大師喔 可以嗎 有些時候是這樣 就是可能 什麼 要臉紅 害羞什麼 不要臉紅 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 噁心 不准臉紅 郭哥大師是有道理的 我講一個原因 剛剛說每一個星座 代表一個身體部位 天蠍座掌管的是生殖系統 天蠍座 天蠍是可以 妳這個畜生 她的愛 所以都要跟性 一定要有非常大的聯繫性 等一下 我問一下… 我一定要問 因為我已經跟兩個天蠍交往 又分手 可是我跟天蠍交往十年 一個天蠍交往三年 他們大概就是 因為妳不認真 在做那件事情不認真 不是 讓他被他察覺到 沒有 懶惰 妳自己想 妳有認真嗎 天蠍 妳怎麼認真 妳怎麼認真 想不起來了對不對 妳有敬業嗎 妳已經不曉得哪一個天蠍 有跟樂業嗎 這樣還可以交往十年 有專業嗎 蔡允潔很少 女藝人會自己挖洞出幾票 還樂在情趣高潮 天蠍的情人喜歡有變化 就是常變化的性愛 所以如果說是 我還去買情趣睡衣耶 那不夠啊 那可能 那個不是穿了就有感覺了好不好 不是 我只是不理解 天蠍座他分手之後 他狗狗笛跟你下跪 跟你就是在樓下等一整夜 然後淋著雨什麼的 可是你都會發現他在等你的時候 其實他雙管齊下 就像剛剛郭哥講的 也在忙別的 對 他其實他已經不愛你了 可是他不想放開你 咬著這邊這邊又不肯放 對 非常難分手 而且我曾經跟一個天蠍座 分手了兩個月了 全世界都知道我們分手 連他爸媽都知道我們分手 只有他還不覺得我們分手 不承認 不承認 他說根本沒有這件事 我們根本只是吵架 天秤座講的理由 在天蠍座心裡面想的 不構成分手 對 這邊正要發言 你講這種話 來了 專家… 三好友這樣 廁所做 廁所做 我講一下其實天蠍座的理由 我給的是再後面一點 就是當我們已經感情不好 分開了 天蠍是一個在分手的時候 樣樣要清楚的 曾經我們男… 比如男女朋友談戀愛的時候 你的是我的 我的是你的 對 你農我農 可是一分開的時候 天蠍什麼東西是要記得清楚 你那個是我送你的 那個是我的東西 對 聽手舉來的那一招 如果你家還留有他的東西 那代表他還不夠想跟你分手 他只是故意留在你家裡 要拿到一干二鏡 對… 你想想看 如果你有這樣的一個情人 他會是一個恐怖情人 你很難分開 而且分開的時候你會覺得 你怎麼這麼快 就跟我分得清清楚楚 但是這當中又有一位 讓我們覺得他很特別 是 和什麼星座交往最難分手 沒想到他投了一票 然後露了自己的心腸 因為他曾經被巨蟹座傷害過 哈孝遠 只有你一個人認為 我們大家都沒有這麼認為 巨蟹座的女生她比較穩定 她會用一種楚楚可憐的方式 跟你講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 哪裡做得不好嗎 我可以改啊 你不要這樣子 這個時候我們就融化 又融化 分不開 這種分不開 對 這樣就吵不開了嘛 就不會 沒有辦法跟另外一半吵架 那不是很好嗎 問題是已經到了最後時候 我們分手 結束了 巨蟹座是不是不好分 很難分 她就像那個兩個翱一樣 她會把你夾住 但是她的那種夾住 又不像天蠍座那種 狠狠死命夾 而且她翱又很大 對 巨蟹 她是那種 就是用一種很軟的一個東西 憲哥有親身體驗嘛 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第三題 第三題 只要想到和這個星座要結婚 就會卻步 當然女朋友OK 結婚NO 來 什麼星座 金牛 你什麼 水瓶座 水瓶座 金你 金你 好不好 金牛這邊水瓶 請看正解 來 金牛一關是金牛座 金牛座就5票了 可是水瓶也有2票 是妳說的金牛 對 金牛在結婚前她會覺得說 我到底我們之後結婚 是要財產分開制 還是財產共同制 還是我賺的都是給妳的 還是妳的都不給我嗎 她會想得這麼清楚 所以說造成她們在結婚 這個想到跟她結婚就會卻步 因為其實女孩子多半就是要給 讓金牛座給一個安定的 但是金牛座這個給不出來 給不出來 曾經我們在演藝圈 有一個資深的前輩 他兩個名字叫做大陸 他說 那我知道 王大陸 他說老婆只有在死的那一刻 才是屬於妳的 這句話深深的把我震撼到 他認為說在活著的時候 都覺得老婆不可靠 你看看金牛座有多麼的 如果他老婆像一隻死魚這樣算不算 應該不用交往就分開 是… 來 哈孝遠 沒有…我跟你講 這是大家的一個錯誤的印象 都會覺得金牛座好像很口 很小氣 但是其實我們金牛座 我們只是想要把錢省下來 給最重要的那一個人 你知道嗎 意思就是說 他不會花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對他的時候不重 獅子不認同嗎 而且再來你們想想看 如果說今天 我不這樣子稍微節省一點 然後我們其實是對錢有概念 對不對 我們就是把錢全部 全部就是放在自己老婆的身上 這是最重要的 是嗎 對 而且… 來… 因為我之前碰到金牛座 我覺得他控制欲很強 而且 對 而且疑心… 他把我手機裡面 每一個聯絡人 除了我家裡的人 每一個都… 都打過一遍 都傳訊息 所以你最近 而且他不是說 他是傳說 你最近過得怎麼樣 我們上次出來是什麼時候 這是什麼邏輯 他就是想要去試探 他想滲透你所有的朋友 沒錯 他想了解 很可怕 然後重點是因為那時候 我有一個男生的朋友 他想要追我一個 就是一個同學 因為他傳簡訊給我 所以他以為說那個人要追我 愛吃醋啦 這樣也不行 他就不行 然後只要我們出來吃飯 有那個人 他就會打死 就算他已經跟那個同學 已經在一起了 他還是覺得 沒有 他一定就是想追你 他一定當初有喜歡你 我不相信 這種個性沒有辦法當朋友 對啊 不是 根本不用說結婚 宇童… 你後面有一雙瑞麗的眼神 還有 兩個有交往過嗎 我想幫金牛座講句話 我幫金牛座講句話是這樣 金牛代表財博公 他也跟父母有關係 所以金牛座會是一個 把長輩父母照顧好的一個星座 所以如果你跟金牛座的人結婚 你生活不一定很快樂 但一定很安全 而且四周的人能被打理得很好 所以就變成有捨有得的一個選擇 那星座專家比較準的 好 他可能聽到他的話 金牛座折善固執的 折善固執嘛 對… 好 來 一起來看下一道題目 可怕囉 哪一種星座 是恐怖情人的高風險群 最可憐 怎麼辦 這樣預測到就很恐怖了 我跟你講 今天這個題目我們考慮 錄完之後要不要播 因為真的有根據的 來 除了天蠍之外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星座 是牡羊座 可能是很多人想不到的 怎麼 我也是 我也是選牡羊座 兩位星座大師跟專家都連線了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牡羊座它 我們之前有講過牡羊座最 最害怕人家用激將法 對 如果今天你跟牡羊座 分手的時候 如果對方跟你說 你想怎麼樣 我就是要跟你分手 不然你去死啊 糟了 真的 為什麼要激將法呢 你就好好分手 我們是可以好好分手的 對啊 這個就是星座跟星座 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從來沒有死過 你為什麼要這樣 不是 那你們為什麼 要叫我們去死門 我們就是很有行動力的人 我們是有行動力的人 你為什麼要這樣 是有行動力的人 好強喔 魔羊女外在冰山內心紅嗨 鼓中間安全堪憂 跟什麼星座親熱最沒Feel 魔羯座超級悶 我在跟魔羯座撒嬌的時候 他會不表現出來 會不表現出來 冰山美人就是魔羯星座的代表 是不是 但是問題要打破這個冰山太難了 因為你們都不夠力 都沒有打開到魔羯那種 花花板打開 如果有打開到的話 …魔羯座 魔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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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拜託 我等一下 離開這裡 到路邊該不會有危險吧 你為什麼要這樣 不是那你問 為什麼要叫我們去死門 我們就是很有行動力的人 那什麼行動力都在這裡 所以你就去死 行動力都在這裡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恐怖到了幾點了 恐怖喔 恐怖喔 而且其實因為牡羊座是一個 太恐怖了 黑與白之間沒有灰的地帶 所以你跟他說話沒有轉還餘地 也就是當你有一個牡羊座另一半的時候 你要跟他 我們男女朋友有時候起爭執 要妥協嘛 對 可是牡羊座是不跟你討論 愛其生命 遠離牡羊 要嘛就認錯 要嘛就是你完全證明對 新聞上面有很多就是事後 不是殺別人的 殺前女友 或是殺他家人的 好多都是牡羊座 妳還有研究這個 真的嗎 妳也滿奇怪的耶 不是… 妳很關心這個社會耶 妳怎麼會去調查殺人 對啊 妳是社會專家 因為我不想要跟… 我不想要分 因為我很害怕我分手之後 他會來殺我 誰不怕啊 所以我會去研究到底是哪些星座 比較多會去殺我的 可是你看新聞他也不會說 今天有一位牡羊座 我會去查 對啊 我講得清楚 我會去查… 我會看完新聞之後 然後去查他的名字 然後因為現在網路上面都會寫說 那個人是什麼星座的 都會有 會有 來 我們直接看一下 投票出來的結果 請看 真的就是牡羊座 真的是牡羊座 但是其實分部很平均 牡羊四票 天仙處女都三票 對啊 來 金妮妳為什麼也是覺得 我其實沒有交往過牡羊座的男生 但是我一個好朋友 他很誇張 他跟他前女友分手之後 他前女友已經交了一個新男友了 然後他知道他前女友 其實喜歡怎樣的男生 只是他跟他前女友交往的時候 都不是那個狀態 他就故意搖身一面 變成他前女友很喜歡的樣子 又把他約出來 約去開房間之後 然後他前女友就是可能 很開心地睡著之後 他就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發在自己的臉書上面說 好笑喔 她是已經分手 人家也交了男朋友 對 可能也是跟現任還不夠穩定 然後結果前任突然又變成 他的理想情人 他就會回頭找他 應該是雙子座 結果沒想到被陰了 還被拍照 很可怕 因為我朋友是牡羊座 他直接在他男朋友手機裡面 裝定位系統 他連你搭計程車上車了 五分鐘之後 應該要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沒有在那時間內下車 他全部都知道 而且他會打電話跟我說 他已經晚了一分多鐘了 其實像Sandy講的例子 就是像大家都知道塔羅牌 牡羊座代表塔羅牌的皇帝這張牌 所以你會知道牡羊座 其實是一個一人在上 他要管理天下的 何況是另一半 所以什麼東西 其實你該主動的告訴我 你不用像天蠍座是會去查你 牡羊座是你該跟我講清楚 他們有主動跟被動的差別喔 博焱也是覺得牡羊座 你是處理過 12星座你都處理兩輪 不是啦 牡羊座是我妹妹的 以前的高中的一個男朋友 他是牡羊座 然後我幫他處理這個 因為那個男生在分手過後 他就是把我妹的那個 身分證跟健保卡拿走 對 然後他就 然後他跟他所有的朋友講說 如果只要讓他知道 我妹妹跟別的男生出去或交往 只要發現 你是跟他妹妹交往過的 不是…真的是 他會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只要有看到 分手了以後都不行 對 然後說 也不能讓他跟別的男生 約會 見面什麼 男生朋友都不行 他就說 我就是不讓你跟別的男生交往 然後他自己還可以交別的女朋友 剛剛他不是講了嗎 李懿說我凡事都要講清楚 那一定是斷不乾淨 感情講不清楚的 你對牡羊座來講 他心中存著疑問 他就直接爆發出來 我之前有講過牡羊座 他的爭吵就是在討論 好 我們來看看下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各位 跟什麼星座親熱最沒笑 來… 博哥要先預測嗎 摩羯座 摩羯座 來… 這一定是處女或是摩羯 兩個共同點 處女或摩羯 處女會在親熱的時候 人就保持他的挑剔習慣 對 也是啦 味道太濃是不是 摩羯就是一個字 味道太濃 不是每個星座都會挑剔嗎 也是 有哪個星座 不是每個星座 先看… 先看牌羊… 好 看投票結果 摩羯座 漂亮耶 再來第二名是水瓶 波哥剛剛說什麼星座 摩羯座 摩羯座 他是本來就很冷的星座 他跟你不熟的話 你根本跟他交往三四天到一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都不見得熟 我們一開始可能會比較保守 是因為我們不想嚇到別人 過了一陣子以後 沒錯 他講到重點了 回來就是 摩羯座我們有形容 它又不是雲 不是雲 只可以生在此山中 對啊 冰山美人就是摩羯星座的代表 但是問題要打破這個冰山太難 露瑤妳也覺得摩羯座 摩羯座超級悶 他其實心裡是很開心的 可是譬如說 當我在跟摩羯座撒嬌的時候 他會不表現出來 他會 好啦…OK…好 好…看電視… 可是其實心裡是很開心的 澎湃那個海浪打在石頭上 他完全都不表現出來 超不浪漫 剛剛妳是在模仿黃西田先生 我放就摩羯座的 我放是摩羯座 對 好啦… 連看也不看妳 好啦… 我跟我媽跟我爸撒嬌的時候 他都這樣 好…OK 好啦… 你們聊… 好像喔 可是摩羯座 摩羯座內心很開心 就算沒有表現出來 之後我們 我們一定會做一件事情 讓妳開心到非常甜 例如說 例如說 例如說很好 然後我很開心 我就算沒有這樣 我之後可能譬如說送妳一個 妳一直很想要 但是妳沒有買的東西 很貴 可是妳還沒送的時候 妳們已經分手了 怎麼送 然後不然就當海鮮座 妳知道嗎 摩羯座太慢 即時行樂的 一定很容易分手 最常講的話就是妳快點好不好 這個摩羯座 真的… 真的 都還沒開始就先講說 妳要快點 她一定會跟她哪邊說 妳們都不夠力 都沒有打開到摩羯座 乖乖乖 如果有打開到的話 我們摩羯座 身經病 拜託 妳要去找一個可以的嗎 但是什麼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摩羯座 逼急了他會咬人就對了 大馬路 你看到大馬路在大馬路上 沒有 大家都誤解 摩羯其實是浪漫 但是摩羯是一個非常不善於 用語言跟行動展現出來的 所以妳會說我這樣的情人 他不行動語言展現出來 展現在哪裡 摩羯有時候會化成文字 化成音樂 然後化成生活上的小細節 或化成逢年過節的時候 妳會發現一些小東西 他都在記錄 這是摩羯的浪漫 妳要跟他走得長 走得遠 我現在要跟你親熱 我還要等到過年喔 對 這就是你開出來的文字 而且還看著妳寫春年 才知道妳要跟我來一下 開完之後應該就冷掉 對不對 對 情緒的動作 我想知道那這樣子 那這樣到底要怎麼知道摩羯座 例如說摩羯男生 他這麼冷 這麼無聊 你要怎麼知道他真的愛你 最簡單的一點 因為摩羯座它代表像一張行事例 你看他有沒有記得 你們生活小細節 比如說你認識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去年 我們什麼時候認識的 我們記得我們在哪邊 你好像無意間問他 他如果接得了你的話 代表他深深的記得 他就是夠愛你 如果這個記事本 一旦不夠愛你 他這個記事本是模糊的 是糊掉的 因為我們去年 就差不多應該是四 五月 但其實是一 二月 蘿莉塔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哪裡 在路邊 在哪裡 在那 在路邊 馬路上 他愛你耶 還有…在更久之前 有一次那個 有一個記者會我有去參加 你什麼都記得 挪羯座很會記動 我等一下離開這裡 到路邊該不會有危險吧 好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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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還有最後一道題目 跟哪一個星座吵架之後 想要和好最麻煩 和好不了 也是摩羯 摩羯 怎麼 我就說摩羯座 又可怕又很討厭 因為它凡事都要有根據 金牛 金牛也是一個 所謂同向的都很難分 可是摩羯很少跟人家吵架 我們跟人家吵架 他就不講 他就是悶在心裡 然後你會找別人講 找一些無關緊要的人講 然後去訴苦 都寫在日記上面 所以才會 對啊 全世界都知道 就你男朋友不知道你不開心 你們看得出來摩羯不開心 幹嘛不檢討自己 你們一定是做了一些 很不應該的事情 因為摩羯不容易生氣 摩羯一旦生氣一定是大事 你騙感情這種很大事情 才會生氣 我有個朋友 他幫他的男朋友摩羯座 我買一碗便當 便當 買來的是雞腿飯 他說我要吃的是雞肉飯 然後這樣畢明 然後把他趕出門 那個男生本來就想分手 Paul是什麼摩羯座… 因為咪咪沒有買到對的肉桿 然後就被Paul趕出去 Paul是摩羯啊 就是了吧 還算太誇張好不好 而且他會講說 你為什麼不自己檢討 你為什麼買錯 你為什麼買錯 他剛剛有講 他說一定是男生不檢討自己 對 摩羯座太可怕了 摩羯座太可怕了 貼鞋可怕了 貼鞋可怕 貼鞋才可怕吧 貼鞋… 現在摩羯座已經亂了 貼鞋會害人 貼鞋才可怕 貼鞋才可怕 貼鞋… 好…來 直接咱們就看看 哪一個星座 請看 你看 摩羯座 摩羯座 摩羯座做任何事情 愛情 事業 通通要有投資報酬率 對… 他剛剛講了 因為摩羯不喜歡對方 就表示說這段感情 因為沒有未來了 我當場就可以跟你分手 就這麼的理性 公器私用一下 天秤座的男生 適合娶什麼樣的老婆 我剛剛有講就是金牛座 星座專家 我覺得天秤可能更適合 跟變來變去的雙子很適合 他們會製造出一個很愉快有趣的 兩個孩子剛好放在兩邊 對 而且其實雙子座很怕天秤 不會啦 太好了 專家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 妳幹嘛哭啊 妳怎麼了 沒有 我沒有哭 我實在想知道水瓶座 到底適合什麼星座 來…我跟妳講好不好 妳就適合自己 妳水瓶座 任何星座都不適合 剛剛我們前面都講 對啊 四四勝高 摩羯座要爆掉了 蘿莉塔 我覺得摩羯座很好喔 我前幾天才看到三更半夜 半夜三四點 金妮在FB上面大罵她的男朋友 理由是因為 他說我半夜睡不著想要跳舞 我男朋友居然不起來 說他餓不餓力 他居然是就罵了 誰會那麼高啊 不是 太怪了吧 這是嚴格的指控 她起不來是不是 但是我現在哪有是摩羯座 我覺得我跟她處得很好啊 那是因為你們現在還在一起 真的 我今天真的做一個Ending就是 彤彤 我們獅子座 真是史上最棒的男女朋友了 真的 還沒有 還沒講到獅子座 我們已經做Ending了 沒有 可以講獅子 獅子補充男 好不好 獅子 獅子女是不好搞 永遠是大姐頭 獅子座說是太霸氣了 對不對 要以她為主 其實今天我們的第一題就是 這個談戀愛前後差異最大的星座 獅子就應該是前三名 因為獅子實在是一個在人前 鋼鐵一般的那種凶悍的樣子 可是當她成為了她的另外一半 她會變成柔弱的小獅子 但是大家永遠都看不到 再次謝謝我們星座專家 也謝謝我們星座大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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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